简单介绍之后我们就来听听三位老师他们对自己作品的介绍 那我们就拍手来欢迎王学术老师 谢谢那个图书馆这个活动 还有我们那个演宁老师的那个服务 各位老师我今天导读的是 刚刚我们李问君老师他有提到的这个王德威先生的 史诗时代的书情声音 这个书名的英文我想我应该要念一下 The Lyrical in Epic Times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Artists Through the 1949 Crisis 因为这个书是原文英文著作的书 他有几个同事帮他翻成中文 我想应该是王德威先生有在论识过 所以他读起来你不会感觉有任何翻译的问题 我想这个书是我应该用几个字形容 就是深入浅出亚俗共赏 但是因为他算是一个当代研究中国现代文学 广义的一个现代文学里面的一个文学史或者是文学批评家 或者文学理论的建构者 那么他在哈佛大学有很高的荣誉声望 可能是目前华人世界在这个领域里面最负盛名的一个学者 所以这本书呢我认为他是他的一个代表作 那么他的年纪是1954年出生 现在应该是66岁 比我大四岁 那么他选的这个主题呢正好就是 中国现代史的一个最高峰 1949 那个20世纪的中叶那一段 这个1949应该是要往前推 往前推当然也会往后推 所以这个年代他选得很好 这个就是兰克讲的史学的一个关键年代 抓住这个时代去谈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抒情时代 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 我这边有几句话先放前面 这个书名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建构 他希望建构一个开放的所谓的批判的抒情 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很新的观念 有一个开放的观念 这个就我想他就有一定的很高的一个学术的一个思维 所以他讲说他不是在歌颂一个又一个的史诗时代 而是在规划史诗时代的抒情维度 那个Lyrical Dimensions 那个维度就很多维度了 那他有一句话我用红色标起来 这是他 这个议题的研究当初是2006年 北京大学请他去做了一个八堂的一个课堂 课堂的一个前导 后来他又去了两次左右 所以他去的时候就带入了这样的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就是他认为在当代中国文学 两个主轴 一个是知识的启蒙 一个是革命 我们简称就是启蒙跟革命 他认为这两个主轴没有办法形容 他心目中对当代中国文学的理解 因为这两个主轴都是属于宏大叙事 而且有很庞大的家国 特别是国家力量介入 或者是一个很巨大的一种 对这个国家在现代化里面 或者现代性里面有许许多的问题 用这两个主轴去介入作为界面 他认为这样会漏掉很多东西 所以他提出所谓的抒情这个概念 那么他说他个人对抒情的捍卫跟解释 文学是一个通关密语 他这边有一句话说我不客气地讲 这是因为他在北大那个时候 最后一场是一个座谈会 那么北京大学他们那些学者 有很多是可以理解西方当代中国或西方的文论 可是也有一些是马克思主义的 他们有一些观点是不认同王德威先生这个角度的 所以他最后有一句话说 这种讨论都是很有益的 也能够帮助我们去思考 所谓抒情维度的各个可能性 不过他个人认为那是他个人的文学信念 他特别讲这个通关密语 通关密语我想应该就是他个人 安生立命的一个很重要的 一辈子在研究当现代中国文学 他是广义的 包括台湾香港马来西亚大陆 他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盟事 那这个是他的这本书 王德威先生这本书我用了一句话 他说我把书情视为 触摸中国现代历史危机 以感觉结构的重要基石 我刚会说他的书深入浅出亚俗共赏 是因为他是好读的 但是在好读中你会发现 他是很细密的 对他所研究的每一个主题 都做了非常完整 透彻的理解 那么这里面他有一些研究方法 譬如说他会尊重年谱 或者传记 他也会用现代西方的文学理论 譬如说心理分析 精神分析 或者是诠释学 或者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的后现代 或者是什么解构主义符号学 或者是后殖民 这些理论 当然他也会用到诠释学 我认为他在这个地方 很有诠释学的那种精神 当然这些当然都是他运用的 参考的一些理论 当然有他个人最后的一种 独自的一种生命的一个投注 那么他呢 因为他很善于演讲 也可以说他的演讲 就是偏偏常常都很具有可听性 那么这个当然很多人 听过人都会觉得 就是确实是这样子 所以他很善于说故事 也可以说他把一个研究主题 都在讲一个 好像细细密密的去讲一个故事出来一样 然后听的人就会听到 很多很多的这些言外之意 那么他这边有先讲一个图表 这是他在2019年中研院院士会议的时候 他的一个演讲 他下面的听众都是院士 他讲到文这个概念 因为一般人对文学都是狭隘的看法 他说现在的文不是 不应该是狭隘的 应该是广义的文 所以这个文就有触及到文明文化 这些更康泛的范畴 所以你看他的自治学是很开放的 他很敏感的去抓到一些 能够扩充这个文学这个领域 不要被狭隘的定义 尤其民国以后我们讲纯文学或者是一般的文学是比较严谨意义的 他只要把那个松块 把那个标准放低放宽 那么他这边呢 有一些海报给各位看一下 这边就简单 我想这是网路上可以找到的 那我最近注意到他最后的一个文学上的一个 一个耕耘的地方就是讲到幽暗意识 这个是他在政大2019年 政大成立一个国家伦汉学研究中心 居然请他连续做了三场演讲 我都听了这三场演讲 他第一场演讲里面就讲到1949 然后他举两个人 一个是唐俊英先生在香港 一个是大陆的陈英雀先生在大陆 一个是哲学家 一个是史学家 那么后来他带到一个幽暗意识 我当时听到幽暗意识的时候 我吓一跳 我听了好几遍 因为他最后带出这个概念出来 我就慢慢懂他的这个概念 他的文学这个文是什么 那我是这方面 我是觉得我是蛮佩服他的 因为一个开放的领域 一个广大的思维 一个文学家 到底什么是文学家 我觉得他是很敏感的去注意 他自己应该有的定位 所以幽暗意识 这个幽暗不是黑暗 但是就是讲一个存在广大 背后的一个背景 这里面 我不知道我们古代叫自然 或叫宇宙 那我们跟历史做迁入的话 就会变成一个很复杂 可是你没有办法穷尽的一个存在 我想他会有这个意思 那文学应该要为这个服务 要去接触 去碰触这样的一个幽暗意识 我列出他几本著作 这边讲发愤与抒情 这个是他界定这个抒情两个字 最早的源头 是用屈原在离骚里面讲的 发愤与抒情 这个愤 我记得读论语的时候 孔子有说不奋不匪 孔子是不教这种学生的 所以那个奋匪很重要 就是一个人的生命的启动的那种 自我觉醒自觉 如果一个人要去求学 如果没有这种奋匪 没有感觉到奋匪的话 你再好的老师教也很困难 所以这个地方他讲这个抒情 你们会注意到 他是从研究晚清小说开始 晚清就是像那个毛笋 或者是刘厄这些一路上来的 所以然后后来研究这些 沈从文还有后移民写作 我们一般讲移民 可是他讲到这个pose 还讲到后移民去了 那这个是在移民之后的新的移民 那就是更复杂的一种景观 那么这本最右边 那个是这本书 那么他还有几本书 就是他编了一个哈佛 一个中国现代文学史 那么这个两册 大概一千两百页 他是动用了他所知道的 一些学者专家 共同编著这一本 这一本所谓中国现代文学史 那我给这个文 特别标出来这个文就是 他这几年很重视的文学 跟文的关系 叫历史也是文 其实哲学也是文 你可以讲所有人类的 伟大的创作都是文 所以你看他这样的观念 我认为文学带到一个非常繁荣 富庶的一个景观 你可以去接触任何的文 我在想可能连科学都可以 数学都可以文 那只是一个符号而已 不一样的符号 那不要说在这个书里面 讲到画家 书法家 其实都是文 或者是拍电影 那些导演 都是文 但是这个文里面会有真假 有真伪虚实 这是他要辩明的 因为这个叫文学批评 那么他也注意台湾这个地方 特殊的历史地位 这400年来 我们这边所发生的一切一切一切 因为他毕竟从台湾出去的 所以这边 尤其他讲书情传统的时候 这个是最早从台湾形成的 一个学术的典范 在1958年 有一个学者是叫陈世香 他从Stanford大学的 中国文化中心 到台大来 回来上课 上了四堂课 后来20年之后 就开启了一个台大这边 对于所谓中国文学 是不是书情传统的 这样的研究议题 我们以前在书会里面 都知道很多人 中文系的很多老师 研究中国文学的 都在这个领域里面研究过 就所谓书情传统 是不是中国文学的 一个本质核心概念 后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 继承了陈世香回台湾 那个叫高尤公 高尤公在20年之后 就是1958年之后的20年 1978也回来台湾 做四场演讲 后来1982年又回到台湾来 所以这个书情传统 是在台湾建立的 然后黄德威后来到美国去 再回台大 最后他台好朋友 一个人叫柯庆明教授 建议他 如果你要发扬 你心目中的文学之志的话 台湾不适合你 因为你的英文很好 所以你应该去 你应该到去 夏至清先生的那种 Columbia大学去 可是他说 如果Columbia大学 还不够好的话 那你要到Huffle去 因为那是能见度最高的学府 所以他后来就去Huffle了 这是我简单讲 然后他一讲到华语一封 这个指的就是广泛的华语 我本来不知道 什么叫华语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我们这几年 讲华语华语 到底这个华语 是什么定义 这个有很多的意思 在里面讨论 然后这边坐边 有一本叫历史与怪兽 这个是他认为 现代性里面的很多的暴力 现代因为透过战争 很多政治介入 形成各种的暴力 所以他把他用怪兽 作为一个比喻 那这边是他在YouTube里面的 一个演讲的目录 各位老师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做挑几个 比较近的 你看他演讲的内容 这个就是在YouTube里面 可以看的 然后这是在 正大罗加伦汉学研究中心 他讲第一讲的时候 他讲的是知识分子的危机时刻 私语信 言语行 启蒙革命 幽暗意识 文学介入历史思想的意义 这里面他第一讲 那三讲一共讲六个人 一个是胡适 下面这个是唐君毅先生 这是殷海光先生 这个是台大当时哲学系的洪耀勋 这是台湾的一个流日的 一个念哲学的 也就是台湾最早把欧洲哲学 传道的战后的一个人 就是洪耀勋 然后这个是胡风 这个就是陈寅雀 他讨论这三个人 然后做了三场演讲 那我现在讲这本书 这个书法是我们国内一个很有名的研究 就是元代就是明代末年的五大书法家 一个叫做这个叫做倪元璐这个人 对倪元璐因为张大谦后来在台湾 张大谦他既懂书又懂话了 所以这个写人是这本书里面最后一章 介绍台大当时台敬龙教授 就是台大中文系当了二十年的教授 他变成后来六零年代以后 台湾最负盛名的一个书法家之一 那么张大谦就说 这个倪元璐的书法 是到了你台敬龙 三百年代第一人 那这几个字是台敬龙教授最喜欢写的 人生识难 大道多奇 那么这边有一个 这是我他书上引印下来的一个文字 死亡而后诗作 就是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古代有一个看法 如果历史在危机时候 或者历史毁灭的时候 诗会出来 因为诗变成拯救历史最重要的东西 所以他是这样来看文学 这个东西 那文学里面的核心应该是 书情或者叫诗 诗歌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想我的报告蛮困难的 因为这个是我去年九月 我们建国办了一个台湾儒学论坛 我当时因为有写论文 但论文我没有写完 我也有点不想写完 因为我觉得 为什么要写完 就是写不完 所以我突然觉得就不要写完 我当时就是一路 就一路这样建构 给我这一生 因为我的主题是研究孔子儒家 我一直很想为孔子儒家 建立一个认识论的体系 正好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写论文 因为写不出来 很多状况 所以我就勉励做这个论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